马赛克图形的脚踏车 颜色鲜艳 下雨天的街头好醒目 怎么停了下来呢 客人上门开心打招呼 打开热腾腾的高摊 行动脚踏车卖起了现做便当 小朋友好开心 抢到了最后一个便当 七十一年次的大吉 本身就是行销背景 通过饥饿行销创业 卖起便当有一套 省下房租开设脸书粉丝团 晚上公布隔天贩卖的地点 紧接着骑着脚踏车 街头像弄爬爬走 让顾客追着抢便当 在你快要接近便当的时间 他就在脸书上发布说 他今天有什么 所以就是要抢就是要快 现场供应便当 船上半个小时一扫而勾 遇到下一天 还有贴心顾客帮他找地点 他也会帮我们提供意见说 哪边可以摆 当然大家都不会领到 骑着一台脚踏车到处卖东西 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小小的工作室 一边忙着下锅炸鸡排 另外一头赶紧打包便当菜色 七十一年式的小康 把便当放上餐车 也是个让顾客追着跑的行动美食 一年前他在内湖开餐厅 累积着大量忠实顾客 但每个月五万元的房租 小康大感压力 改装货车变成的行动减餐店 中午卖起便当 同样在脸书上公布 每日菜色 跟人事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种东西 其实行动餐车就是有人订 我们的量也比较好抓 这类的行动商机 搭配脸书饥饿行箱 便当通通都是限量 无论是不同地点 或是多变化的菜色 吸引了忠实顾客 也成为年轻人的 另类创业模式 记者黄建盈 红西云 陈欣盈 台北报道